我覺得清邁比巴黎更便宜 最好就是那些路軟線 大家好,Tiger 今天有特備節目 由我右邊入聚清邁版主John 我的舊同學 還有創作時機,時景雄先生 今天很好,我們在市中心 駕駛了半個小時 參觀一下John的新屋 看照片看到很多 這次是拍片介紹一下 這裡就是客房 這邊就是鄰居的景觀 其實是鄉村的地方 走到那邊看著 就會有一些牛牛 早上起床就會有一些農場的工雞 我耕田的地方就在這間屋的後面 這間屋的後面就是耕田的地方 不是我耕的,不過是別人耕的 好,那我看看 我兒子的房間 我兒子的房間就是這裡 我兒子的房間就是這裡 進度九成的了 基本上要搬家具 搬家具進來就可以住了 主人房在那邊 廁所 廁所 廁所在這裡,但他們正在設置 入場櫃 這裡是主人房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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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的廁所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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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多厲害,如果買個比較厲害的泵就厲害了 其實這裡都是三房 兩間睡房,一間主人房 這裡有個露台,很靜路的泰國屋 尺寸 樓下就是 open kitchen,半open 然後是廚房 餐廳 不是餐廳 這個dining room 這裡是飯廳 桌子還沒做的 這裡就是廚房 還在賣味 這邊就是工作房 之後就在這裡做直播 這裡就是客廳 看電視,沙發 因為我想這裡打空 我想看到外面,看到裡面 趕緊新年 這樣 好 這間屋就是外府外母的 這個設計就是傳統的泰北蘭鴨式 建設就是一層 但是你看到 分別就是這裡 它的地下就升高了 因為以前那些農村屋 下面就是雨防水浸 蛇蟲鼠藝 還有 那個風格是這樣的 一層的沒有,不是兩層的 外面這些就是我們清邁很多的柚木 他們那時候買了一些舊的柚木 做一個外觀的裝飾 所以你看上去就好像一間木屋 其實它就是用石屎瓶頭 做的 但是你看到那些屋頂也是用瓦瓶 其實這也是傳統的那些物料 多一些 地板這些都是 對的 那他們那時候沒有冷氣的時候 就用對流方式 那屋頂通常會很高 那接著 你會看到屋頂和牆邊不是有個洞 那些就是散熱的 那些熱空氣上去 所以就移回下來 所以這裡其實就不會有冷氣 他們不會有冷氣 是啊,他們真的特意覺得不用冷氣 其實泰國不是這間屋都有冷氣 因為電費貴 所以他們就說如果沒有冷氣 加上燒熱的兩間房間 是啊,因為空氣是吃光的 是啊,這樣 那這裡是我外媒的那間房間 梳妝桌 真的幾百年 我想沒有幾百年 現在幾百年 是啊 那麼,洗手間 這裡好像有濾光 是啊 是啊 剛才有一個光光嗎? 嗯 對,泰國人不太流行濾光 是啊 那這裡就是 區外府有沒有那間房 傳統泰國人 傳統泰國人 他喜歡用這些窗框 防倒窗框 是啊,很搞笑 那 它最主要材料就是木 這些木框 通常有個拜神房的 就是放佛像 那些東西 就是這間 公奉 對,公奉的地方 那這裡就是廚房 那 你們兩個站在外面 那是泰式廚房 對,泰式廚房就在外面 泰式廚房在外面 有大煙 那裡面通常有一個電子爐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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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就是 洗衣機 那這邊大還是你那間? 差不多 如果是總面積來說 不過它那個走廊的位置 闊很多 就是它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位置很高 就是人們都喜歡坐在這裡 聖涼 是啊 西瓜 對 挺好 因為我在巴里也有層樓 我覺得清邁比巴里更便宜 最好就是路是完善 巴里是漂亮的 但是路是一顆 這裡沒有什麼塞車 尤其是郊區那些很順暢 而且路是平的 變了方便 那可以的 價錢合理 剛才也說過 跟巴里島 我想更便宜一點 靜一點 那也是那句 就在東南亞買屋 或是裝修好 你一定要遇過過程 那些人的文化比較 放鬆一點 可能他說半年搞定 可能真的 我巴里島那層樓 說半年搞定 現在一年都沒搞定 所以就真的你有個預算在那裡 本地人好一點 只是本地人才可以買地 那我太太是印尼人 那John的太太是泰國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水浸 好像他們真的 起高一點好一點 如果有很多國家 有時候會水浸 也挺麻煩的 有時候會有很多人 我們會水浸 水浸